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星期六晚舉行的白宮記者團晚宴上以自己作為被取笑的對象 一個每年一度的勝會吸引華盛頓的政界人士和荷里活名人齊集一堂 奧巴馬開玩笑說他從太太當中借用了一件事物為他的第二個任期增強活力 想要多一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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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我們說要多一點點想要多一點點 所以我們就用一條的蜜蜜蜜蜜 我認為這看起來不錯 在結束演說前,奧巴馬提及悼念波士頓馬拉蟲炸彈襲擊案和德州化肥廠爆炸意外的死難者